陳一薇今天出席活動時說 兒子Adan已經學習了 懂得…不…不… 未…不…不…不不… 但頭的音都懂 她媽媽都懂了 但全部都是頭的音 陳一薇還說兒子有中文名 她的名字叫陳子葉 她的名字是一個特別的樹 是一個很特別的樹 而且她的建築物是一個很重要的物料 但用名字希望她是大喜有成 希望她是光輝燦爛 因為葉子跟我們幫她改的英文名字都很吻合 都是… it's about passion and a little bit fire 希望她可以做一個很… 很…很 bright 對每件事都很 passionate 我問這個名字其實選了很久 因為… 而且問了很多很多人 過了很多很多個關 因為我們想她寫出來是… 很 balanced 好像一個… 在建築那裏 一個很 strong foundation and then 又想… 希望她聽出來的名字又好聽 寫出來又漂亮 意思又要好漂亮 我們選這兩個字 都是比較…少些人用 因為名字都是一個跟隨小朋友的成勢 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 用很多時間去選 This is the perfect name that we think would be perfect for him 陳一薇今天出席活動的時候說 囝囝Adan已經學說話了 懂…不…不… 未…不… fully 但是頭的音都懂 她媽媽都懂了 現在就是媽媽 但是全部都是頭的音 陳一薇還說囝囝有中文名 她的名字叫做陳子葉 她的名字是一個special tree 是一個很特別的樹來的一棵樹 而且她在建築…建築物是一個很重要的物料來的 但是呢 用名字呢 用名字那裏呢 就是希望她是…大喜…大喜…大喜… 有沒有教我的? 大喜有成 大喜有成 而就是光輝燦爛 就是希望是 是啊 因為其實葉子呢 她跟我們幫她改的英文名字都很吻合 都是… It's about passion and a little bit fire 希望她可以… 就是…做一個很… 很…很…很…很 bright 對…對每件事都…都很… passionate 我問這個名字 其實選了很久 因為… 還有問了很多很多人 過了很多很多個關 因為我們想她寫出來呢 是…很 balance 是…好像一個…在建築那裏呢 一個很 strong的foundation and then 又想…希望她聽出來呢 那個名字呢 又好聽啦 寫出來又漂亮啦 意思又要好漂亮啦 我們選這兩個字都是比較… 呃… 有呢… 你有一呢…